中華農產水理所 正在進行四個順鑑山改善工程 在在山上尤其旁邊這條中車路 已經完成整件開放通車 但是因為在整件 以後這個橋面比之前比較高 所以就在各原本路面關係差很多 用路人如果經過這裡 就親情坐雲消飛車一樣 都會跳起來非常危險 中華農產水理所 正在進行四個順鑑山改善工程 因為在山西遊郭旁邊的中車路橋 以前已經完成整件工程開放通車 但是鄉親發現中車路橋的橋面 既然淘淘變光 跟原本的路面關係落差太大 家主人經過街路段 都會背起來很危險 平常是要不要用這個是扁扁 大家開機的關係 對啊 現在比較高 你看它動慢就不會了 動慢就不會了 如果開機它都燉一下 水理費這邊他本來也有要做 就是說東西鄉這邊的水道路提案 還沒做好 當然如果完工之後 他會做一邊做 因為現在已經通車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考慮到 我們行車的安全 所以我今天有要求水理費來維甘 水理費翻譯 叫它緊縮 南北向的部分先把路面鋪平 用到索尾鑽才到民眾上前 趕緊回到水理費 靈緣到現場會寫 要求馬上改成這種危險的狀況 目前這個中車路橋 它還沒有完成完全完工 我們後續會用濾青溫泥土再把它延伸 讓它的坡度再平緩一點 不會明顯感受到它那個落差的一個問題 中車路橋為了在城市鄉的現場故事 是通往客戶、公宿、斗司館 是讓球頂電影的主要道路 中華水理費表示 當初是因為靠樓到四個順 流水量大的問題 所以請各球提款二十公分 占對路面落差的問題 也在過年前完成改善 幸好鄉親一條安全的道路 鄉長索尾鑽也好有各司令 現今中車路橋時車速要更慢 保重各家的現場安全 中華新聞也有 順便採訪報道